農曆新年快到了 內地除了搶火車票 還有一件事就是有錢都未必搶到 說的是茅台 內地人說有一種窮叫做飲不起茅台 說法未必對 因為即使你有錢都未必喝到 一支飛天茅台 實體店最近賣到一千九百元人民幣一支 比官方定價貴兩成幾 仍然斷貨 上網買嗎? 每人限買兩支 但一早就被和牛黨搶光了 聽到這裡就明白 貴州茅台為何達入新一年股價升不停 白酒王茅台新一年的產品 平均加價一成八 再加上發營起 刺激股價十一個交易日已經升了一成三 股價逼近八百元人民幣 市值突破了一萬億 一萬億的市值是甚麼概念呢? 逼近貴州一年的GDP 如果以去年頭三季計算 根林、黑龍江等八個地方加起來的GDP 都比不上一間茅台 雖然一萬億的市值在A股只是排第七 僅次於公行、建行、中石油 但以消費股去計算 已經是全球最大市值的走廠 亦是計算可口可樂和百市後全球第三大 當然股價翻一翻 股價是行業二老五良益的八倍 勸商就繼續推 高盛高華看882元 而中金給出全行追牛價 看到上900元樓上 即潛在空間有近兩成 為免股價失控 官媒再發聲 經濟參考部發表評論文章警告 小心白酒股是高處不升行 不禁令人想起 去年11月茅台股價首次衝上700元 新華網發表一篇 理性看待茅台股價的文章 指貴州茅台 賣的不是酒 而是水黃金 一度引發小股災 而事實上 茅台股價和上證指數關係很密切 分析關注 白酒股如果在高位站不穩 A股就會有危機